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0年年度风云人物 湖南卫视最佳主持人和最受欢迎主持人奖 你看看人家获得这么多奖项 人家依然很低调 一点也没膨胀 更让人佩服的是 他从不炫气 网友看到他妻子的照片都惊呆了 谁都知道 在娱乐圈恋爱都要工作恋情炒作一下 结婚时候再炫耀一下 认识你的人就更多了 你就会更有知名度 可是何老师并没有 而是选择了隐婚 这就很佩服了 不过 谁能逃过网友的魔爪 经过网友们不懈努力 还是被发现了 尝得这么漂亮 为什么不公开呢 你也太低调了 何老师 难道你怕别人抢走啊 俗话说